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吴前副总统吴敦毅先生 吴前副总统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希望其实在一开始呢 就想听听吴前副总统给我们大家来说几句话 同时为我们第21届的建筑金奖来给我们加油打气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吴前副总统非常关心我们所有的居住品质跟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 那么其实以名为本是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吴前副总统 上台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 欢迎 我们恭请我们的吴前副总统给我们大家说几句话给我们加油打气 张董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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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品牌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在人生里头 不管是居住 或者是办公 或者经商 或者受教育 等等等等 建筑太重要了 你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安全 可靠 而且实用的建筑 是我们大家一生以来 非常重要的幸福所在 至于好的品牌 不管是食衣住行 如果都能够掌握品牌的标准 那我们的生活 不管食衣住行 就能够平安愉快 所以这两项奖项 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每一次 我受到这两个单位的邀请 只要时间许可 我都愿意出席 因为过去从二十几岁开始 就在台北市议会 然后到南投 到高雄 到立法院 到行政院 到总统府 我历经了北部 中部南部的淬炼 而且我知道 只有维护食衣住行的安全 跟方便 这个国家跟人民 才有幸福可言 所以今天主办这个单位的 张董事长跟江主任委员 我要特别还有所有的评审委员 还有参与的各单位 各位好朋友们 表示由衷的感佩和祝福 最后 祝福大家 身康体健 家庭幸福 工作顺利 我也忠心祝福 台湾能够风调雨顺 中华民国 能够国泰民安 海峡两岸能够和平 稳定发展 这是我们大家的心知所向 最后再祝福 大会圆满成功 得奖人 得到应有的赞粮跟奖励 这是鼓励成功者 也是在支持 这些重要的工作 再一次祝大家健康 愉快 万事如意 获奖成功 谢谢